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狠狠批评了韩昭侯还预言他没有机会活着走出高门 第三岳王吴强攻打齐国 被齐国外交官一痛忽悠竟然亡了国 这一讲我们先谈第一件事 本年度的第一件事 苏州相亡属于战国史上的一桩标志性事件 标志着大国诸侯们的非礼行径又上了一个台阶 公开和周天子平起平坐了 但资质通鉴的原文记载的过于简略 只有一句话 齐王魏王会与苏州相亡 对于苏州 也许还有印象 当初魏惠王和齐维王斗宝的时候 齐维王以人才为宝 狠狠地表扬过苏州首将 但那个苏州是齐国北境的苏州 在今天的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平苏镇 而苏州相亡的苏州 位于齐国南部 今天的山东腾州 南苏州是西州春秋时代的薛国故地 今天呢 我们还能看到薛国故城遗址 这里还有孟长军陵园和毛岁木 这些呢 都是看得见的历史 而看不见的历史就是 这里是苏州相亡事件的发生地 按说啊 这么大的一件事 总不可能突如其来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事前怎么都会有很多铺垫才好 幸好史记给出了比较详尽的记载 只是前后矛盾实在太多 把脉络梳理清楚 并不容易 对于一些关键性的细节 历代学者呢 往往各执一词 始终达不成共识 当然 我的看法呢 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对于这一桩既很要紧 又一斗重重的大事件 我们不妨学习一下诸葛亮的读书方法 观其大略 也就是了 数周襄王事件在齐国和魏国各有一位推手 齐国这边是田英 魏国这边呢 是会师 田英这个名字在自治通鉴的前文 虽然出现过 但存在感非常的弱 在马陵之战的齐国阵容里面呢 是以田记 田英 田班为将 以孙并为军师 前面讲过 田记呢 应该是全军统帅 田班呢 是打头阵的大将 田英很可能重要性不高 根据史记的记载 田英是齐维王的小儿子 但当代战国史专家杨宽 怀疑司马迁搞错了 田英很可能是齐维王庶出的弟弟 无论如何 最重要的是 田英有一个厉害的儿子 名叫田文 哎 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长君 所以史记并没有给田英单独立传 而是把他的事迹附在孟长君列传里面 是让他的儿子更出名呢 话说马林之战 让魏国遭受重创 让齐国 参升为国际舞台上的耀眼明星 这就意味着 国际秩序 有必要重新调整一下了 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 田英取代了 邹继成为齐国总理 田英的方针是 要借着战胜之威 从外交上多捞好处 这就见出 田英呢 毕竟是贵族出身 想捞的好处呢 并不是让战败国割地赔款 而是要建立一个 以齐国为大哥的崭新的世界秩序 于是田英连番跑去魏国和韩国 促成他们和齐国结盟 换句话说 就是收复这两大中原强国 来当齐国的小弟 殊州相亡 就是田英卖交成果的终极成前 从常理来看 魏国呢 校长了那么多年 一向看不起齐国 魏惠王还比齐威王年长一大截 就算吃了败仗 哪能这么轻易低头呢 这就要看魏国总理惠施的表现了 战国策有记载说 马林之战让魏惠王很齐国恨的呀 咬牙切齿 想要发动清国之兵进攻齐国 但惠施赶紧拦着他说 优秀的管理者 哪能用蛮力和对手硬拼呢 咱们啊 必须有规划 有计谋才行 您当初呢 先和赵国结了梁子 后来就招惹了齐国 现在吃了这么大的亏 您还要来一个清朝出动 一点守备部队都不留 这不就是作死吗 您如果呀 想报复齐国 那就听我的 把这个行头换了 把架子扔了 第三下次去朝拜齐国 这个消息传出去 楚王一定忍不了 您再派人分别到齐国和楚国挑拨离间 那么楚国一定会和齐国开战 到了那个时候 您就坐看楚国狠狠收拾齐国吧 卫会王被说动了 决定拿出大丈夫 能屈能伸的精神 在齐国面前好好委屈一下自己 就这样 会师的策略刚好对上了田英的策略 这两边啊 一拍即合 但这里呢 有一个难题 那就是会师的策略 其实很有执行难度 倒不是难在骗过齐国 而是难在 没法向卫国人民交代 说实话吧 消息肯定啊 会泄露到齐国那边 瞒着吧 本国士大夫阶层 未必受得了这份屈辱 试想一下 假如把卫国换成宋朝 建议向齐国服软的会师 扮演的不就是秦桧的角色吗 国军啊 要想忍辱负重 貌似岳王勾建是一个成功的先例 勾建当初的低姿态 远远低于会师 给卫会王的谋划 勾建在吴王夫差面前 就像一名 时刻都渴望为主公献身的奴仆 做的呢 也是奴仆的差事 甚至在夫差生病的时候 勾建忙不迭地抓了一把 夫差的粪便 品尝味道 然后向夫差祝贺 说这病啊 不用担心 一定会在某月某日痊愈 这虽然是我们很熟悉的段子 但它出自 吴越春秋高度小说化的描写 未必可信 于情于理 如果勾建 真的把姿态放低到这个份上 就很难再有复仇的机会了 因为越国人不容易再接纳他 拿到三七六七里面 随便一个人出来振臂一呼 都不难成功篡位 这正是会师的计策 将会带来的难题 就算卫国老百姓 不介意卫会王出去丢脸 但卫国的传统贵族 政治精英 不大可能 忍得下这种屈辱 所以更有可能的是 会师确实建议卫会王向齐国服软 但服软可以有两种方案 要么贬低自己 比如这么说 我是乌龟王八蛋 起年大人不计小人过 要么抬高对手 比如这么说 我一向自命英雄豪杰 但你才是大英雄真豪杰 后一种方案 显然更适合卫会王 所以会师的建议是 由卫会王提议 遵齐国国君为王 这样的话 既服了软 也没有抬上面子 没有把魏国降低到那些二流国家的档次 但反对意见总是有的 匡张表示很不理解 这位匡张在前面已经有过一次出场 那一次呢 也适合会师作对 说会师太能摆架子 每次出门都要嫁好大的事 前呼后拥 所到之处呢 如同蝗虫过境 这次匡张揪住了会师的矛盾 说会师一贯有所谓去尊的政治主张 反对尊贵的头衔 却为什么反而要尊齐国国君为王呢 会师便解说 假如现在必须二选一 要么打儿子的脑袋 要么打一块石头 我打石头 难道有什么不应该吗 我们尊齐国国君为王 虽然不是什么好事 但至少可以保全老百姓的性命 让他们免受战乱之苦吗 就这样 卫会王和齐威王在书州会面 卫会王提议 请齐威王称王 齐威王应该很受用 欣然接受 但也很给卫会王面子 建议卫会王同样称王 我承认你是王 你也承认我是王 大家肩并肩 还是好兄弟 其他诸侯肯定心里不是滋味 你们二位就这么自娱自乐的 升格为王了 那我们是啥呢 所以不难想见 书州乡王先例一开 很快一定会有更大范围的乡王运动 正是有了这次书州乡王 卫会王和齐威王 才算正式有了王的头衔 从卫会侯和齐威侯 升格为卫会王和齐威王 级别上和周天子平起平坐 升格之后 卫会王还做了一次改元 所以我们看卫国本国的纪念 卫会王执政到如今已经三十六年了 这一年在卫国应该叫做卫会王三十六年 下一年应该叫卫会王三十七年 但改元就意味着数字归零 重新算起 卫会王三十六年改为后元一年 下一年不叫卫会王三十七年 而叫后元二年 后元并不是年号 只是表明卫会王的任职期内 分成了前后两个时段 各自从一开始数 这很能给历史档案添乱 让我们想到年号的好处 但年号要到汉武帝时代才会出现 以上就是苏州相亡事件的全部经过 它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在后面的年份里逐渐发生 而这座苏州将来还会成为田英的封地 又被孟长军填文继承发生冯轩克孟长军的千古传奇